老师,有学语文的文字,离宫跟康宫是什么意思? 离宫跟坎宫是什么意思? 你要去背后天八卦图 离宫是八卦里面,后天八卦图属于南方的 南方的,属心的 八目章里面属心的是什么? 它跟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动作是妈妈 这个动作是孩子 由他伸出来的 可是力量是一样的 要不懂? 坎宫是属水的,是北方的 八目章里面是白蛇虎草 你们在这个地方,它变成了白虎巨鹿 用的力量是一样的 肾脏往下沉 全部懂? 形态不同 力量一样 这个是用的,这是外的 八目章是内的 属内的 所以八目章里面你练的是这个 它是走肾脏 泡锤里面不是 泡锤里面是走肾的力量 懂得吗? 二虎岛心 跟这个有什么差? 你这个是走肺脏 这个是用肺的力量 一个内一个外 一个内 所以一个是进去 一个是出来 一个是强化它 一个是使用它 懂得吗? 练内的是去强化它 里面强化了以后 你再用它 懂不懂? 您说练八目掌的时候 不要去发那个劲 不要发 因为它是练内的 懂得吗? 它是培养内的 培养你那个根 根的部位 头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培养这个头的这个根 培养这个根的力量 然后你到这个地方来 你到这边来 你打头的时候 啪!这个掌才能出 出得来嘛 啪!这个掌是头 这个掌出来 这个掌 出来 这都是属头 可是你在练 你在练那个 你在练八目掌 或者走八掌 你不要用 不要 不要用这个力啊 走八目掌 就好好的摆好 把那个 部位 把力量搞对了 力线搞对了 就这样子 狮子掌口 你在炮锤里面 打狮子掌口 也就是这样就好了 听不懂 把这个拉出来就好了 力量走对了 就好了 看到了吗 所以 八掌拳 为什么外面会搞乱呢 因为八卦 是一个系统的总称 一个门派的总称 八卦拳 它底下呢 他们又把这个八母掌啊 因为它属内的 它把它呢 又叫做八掌拳 它又叫做八卦掌 炮锤呢 是属外的 它又叫炮锤 它又叫做八卦拳 你知道吗 所以它的掌跟拳 在它的系统里面 掌跟拳是这样分的 掌是属内的 拳是属外的 不是说这个拳跟这个掌 不是说这个拳跟这个掌 它的系统的 化分 要不懂 因为掌是柔的 拳是钢的 所以炮锤这一趟拳呢 又叫做八卦炮锤 又叫做通壁罗汉拳 在八卦系统里面 它又叫做八卦拳 所以以前师傅在这 练一套 练一套 练一套八卦拳 学生就知道是什么 练一套八卦拳 学生就知道了 知道了吗 可是这个学生 他如果只学这个 他不知道 他是在整个系统里面 是什么位置 他就把它错认为是整个 系统 听不懂 所以你们练到这个 要有一点体会 就是八卦这个 为什么它跟八卦有关 有关系 所以从八母掌 到八掌拳 到泡锤 每一个弓里面的动作 它都相逸 形态相逸 是不是 可是它的共通处是在哪里 你要练出来它的共通处 形态相逸里面是一样的 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动作都是属于这个功 知道了吗 这就是它的很难得的系统 系统 所以练每一招 要去找那个对应 要去找对应 要去找对应 这一组拳 是属于什么的 你们从那边 那边 从这边来 好 这个一开 往腰走 走了嘛 往训功了嘛 是不是 困功往训功了嘛 这一六的拳 都是属腰的 所以你的动作 你就要走在腰 走在腰上 腰的左右 腰的开合 啪 到这边完了 这一组都是属腰的 你就要去练出那个腰 腰的力量 有没有懂 从这边一翻身过来 接下去是属 接下去是属什么的 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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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是不是 转过身 不是要往对 要往 要往对 对功了吗 所以 这个 都是属肺的 好 有没有懂 然后中间经过两移的 转 两移的转换 好 然后走到头 所以两移的转换就是 双垂 反 旋垂 反 旋垂 反伸垂 哦 要不懂 哦 它是前面的一半 你会练到白虎巨鹿 是八卦拳 这套拳的 这套拳的 这套拳的一半 一半不是招式的一半 是它的动作设计的一半 接下来就要往两边走 哦 是另外一种概念 然后两移那边旋垂反伸垂呢 是前段的一半 是前段的一半 有没有懂 所以经过羊 羊移那些双垂反伸垂 也经过那个的转换调和 再走到头 这边是一个心的开 全都是羊的 全都是羊 是不是 头 背 心 是不是 心要回到肾了 回坎根去休 休 休息了 所以中间没有招式了 中间就用一个跨 哎呀 好累啊 走回去 休 休 休息了 要不懂 所以这里的一个 这是一个调 这是一个调和了 从南走到北 很远的 你就慢慢走吧 要不懂 啊 这就是八卦拳的设计 跟我讲的 你当大王 当下就好了 好了 当一下就好了 微风一下 回家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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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 修 修 修 中间 向 牛 向 对 哦